我是2022年3月份开始在印尼国家队 从在印尼国家队参加过两届东南安东会 都取得了冠军 通过这次比赛我想 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印尼队员 在我的指导下 能够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第二方面呢就是能够让印尼队员 能够享受我们国内体育设施 高质量的服务 他也带出了好功能 给NASFOLI Indonesia 我们也带出了两个玉玉玉玉 我们也有很多学习的新的东西 从他来说 杭州假议会能够成功举办成功